他要中道了 他要中第二次 語氣好無奈 車禍雙方才剛和解 還沒離開遠景視線 肇事駕駛又撞了小黃第二次 你好像不太會開車 有沒有駕照 懷疑他可能沒有駕照 因為不僅開車左搖又晃 一不注意又再度肇事 很明顯已經無法安全駕駛 跳 跳 跳旁邊啦 向前關切 對方卻是加速想逃跑 還試圖衝撞 遠景立刻掏牆戒備 同時打開駕駛座車門 把人搶拉下車 到回到車禍當下 小黃正要穿越路口 後方轎車卻追上上來 原來車禍發生在26號傍晚6點多 台北市內湖區 肇事駕駛先是撞了小黃一次 過沒多久又撞第二次 警方到場關心還被衝撞 搜索車輛後 發現他車上有好幾包毒品 才心虛想逃跑 該駕駛並於逮捕過程中抗拒 造成遠景受傷 警方病於犯嫌之汽車內 發現毒品Ketamine粉末 全案依妨害公務毒品罪 移送40地檢偵辦 後面打開也是還有其他刀子 無毒優偶中山區遠景巡邏時 發現有駕駛違規並排停車 立刻上前盤查 沒想到車內飄出濃濃毒品味 搜索後發現34包分裝K毒 還搜出三把刀蟹 遠景靠著林敏秀爵 順利逮到行動毒販 當場仁當巨貨 靜新新聞推薦會蔡玉如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